欢迎大家回到无线人生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昨天日本公开赛结束了 马来西亚的飞钉组合拿到冠军 没时间跟大家聊聊雨球 聊聊未来的奥运金牌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聊一聊比较重要的 因为我们对待事情要认真 马来西亚到现在为止 拿不到一面奥运金牌 已经成为现在国家头等大师 其实要从上到下 从安华到每一个平民百姓 永远都要记得无论如何 一定要拿到一面奥运金牌 但是昨天 日本宇宙公开赛是750级别的 就是奖金很高的 最高是1000 它是750的 所以是个很大型的比赛 所以奥运会过后的第一场 所以我们都很关心 我们的男单同牌 李子佳打出什么成绩 结果李子佳第一场 碰到一个法国的无名小筑 世界排名第29 今年19岁的一个无名小筑 之前没有什么人看过他 因为他主要是打青年赛的 他才19岁 李子佳是奥运会铜牌 第一场就给直落两局 败给19岁的法国无名小筑 结果引发了双鸣海啸 这一次的双鸣海啸更夸张 之前李子佳拿铜牌之后 双鸣海啸结束了 从不能讲李子佳 很好啊 2028年再来吧 洛杉矶奥运会拿金牌吧 现在跟你讲 这个2028年的奥运会 马来西亚的金牌是完蛋了 不能靠北明顿拿金牌了 拿不到了 结果19岁 打败李子佳的法国人 他是一个天才少年 他就一路杀到决赛 杀到决赛 还拿下冠军 19岁就拿下750级别的冠军 这个是世界羽坛历史上第一次 而且他打球 他就像李子佳这样子的 进攻型球员 所以呢 他被认为是第二个安赛龙 所以四年后呢 2028年呢 估计奥运会难当决赛呢 就是呢 这个法国的这个 拉尼尔呢 对垒安赛龙啊 其实也没有办法啦 你一定要给洋人拿一次金牌的 洋人拿不到金牌呢 他就会被奥运会取消了 其实要很感谢呢 阿赛龙 你看安赛龙拿到金牌呢 羽毛球就不会被奥运会取消的 啊 然后之前呢 卡罗里纳 西班牙的卡罗里纳 拿下女弹金牌呢 所以北明登就可以生存到这样久嘛 这不是 不然通通都是亚洲人 的话呢 等下呢 他就把北明登取消了 啊 所以呢 马来西亚呢 啊 因为这个法国这个 这个 拉尼尔呢 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他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啊 他一路上打败 一路全部打败高手啊 啊 打败印尼的Chipko啊 啊 然后打败那个 Kenta Nishimoto啊 啊 在日本打败那个日本的 那个第二男单啊 啊 西本春泰啊 啊 然后呢 关键关键胜利呢 就是对死与其嘛 死与其是中国头号男单 啊 啊 头号呢 人家头牌呢 啊 哪里知道呢 就这样子呢 输给他哦 也打不赢他哦 然后打到决赛对那个 中华的那个老将的周天成 啊 周天成也打不过他 就这样子呢 给19岁呢 拿下冠军啊 啊 所以他恐认他就是安赛龙啊 啊 更加了啊 啊 750的比赛呢 轻而易举这样子 拿下冠军啊 未来四年就是他的天下 而且他一拿呢 可能一届 两届 三届 可能连去三届的奥运金牌 都是他的 所以马来西亚在这个 南单呢 彻底的结束啊 啊 所以呢 啊 我们特别讲这一期呢 就是提醒大家呢 竞争是很激烈的 你不进步 人家就进步咯 你没有再赔好球员 人家破一个天才 19岁出来 他被死了 啊 12年不用拿奥运金牌了 对不对 来我们看新闻吧 所以 game over game over 马来西亚的这个奥运金牌 梦呢 遥遥无奇 靠着南单 奥运金牌呢 这个梦想呢 不可能再实现了 连李子佳呢 都打不过这个 19岁啊 啊 打都打不过啊 是不是 啊 那李子佳还在那边呢 啊 不认真不认真 所以你看这个 连周天成这么有经验的 他都斗不过他 啊 就是这样子给他拿下 打败死死与其 所以呢 你看 这样的一个人出来呢 他最少 你看他19岁 最少可以统治与唐12年了 啊 这个12年三届的奥运金牌呢 基本上在他手中了 啊 这个12年呢 如果马来西亚没有出一个比他强呢 不用摸 这面金牌不用想了 这面金牌不用摸了 肯定摸不到的 是不是 啊 所以这一次呢 啊 日本阿康内拿到女担 然后 拉尼尔呢 啊 成为啊 最年轻夺冠的 南端球员 拿到750级别啊 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啊 就这样子两局只落 把周天成打败啊 啊 花了一个多小时 啊 他当然他 最大成就就是把中国 中国老大呢 打死与其干掉啊 啊 唯一一次他打三局的啊 啊 他打得很稳啊 他打球很稳啊 啊 不像我们马来西亚的头号南端这样子啊 那个脾气不好心态不好啊啊 啊 难怪他黑本这样多 难怪呢 他就是酸民海啸就是这样子 因为你看他打球 他状态好的时候呢 马来西亚那个状态好的时候呢 马来西亚那个状态好的时候就是很好 跟你讲 你看他很爽的 他状态一不好那个样子就来了 啊 是不是 但是这个法国这个完全没有啊 啊 对到这个世界第一十日语期啊 啊 轻松协议 状态极好 心态够稳定 足够稳定 19岁就可以足够稳定 你看他一路上拿下这个奇购 拿下这个西本成泰 都是两局直落 就拿下了 啊 然后呢 那个最大最大最大惊喜就是 李子佳一轮游啊 啊 拿下奥运同牌之后呢 状态马上跌到完 然后他在那边讲 啊 他讲说 对不起啊 我自从奥运会回来之后呢 我很虚弱啊 啊 所以我打不过这个法国的拉尼尔啊 啊 现在知道呢 他讲的好像不是实话哦 啊 这个拉尼尔连十语期都打得赢啊 啊 是不是 是你李子佳呢 你的实力不够人家 心态不够人家 你真的是实力不够我跟你讲啊 我跟你讲啊 所以呢 我们靠李子佳拿奥运金牌的梦想呢 啊 今天开始可以结束了 啊 我们 啊 你们真的是没办法 啊 打不赢就是打不赢 这场 他也是烂的 你看这么多厂里面40分钟都干掉了 是不是 啊 这个 你看那个十语期支持最久了 他打了一个小时22分钟呢 他还能够支持了 完全打不赢他 所以之前以为是李子佳的错 啊 这样子给一个19岁这样子打赢 人家没有想到19岁的人原来这样厉害啊 啊 他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天才啊 啊 所以李子佳在日本唱赛前两天呢 还在走猫步 啊 我不是讲说李子佳不可以走猫步 而是呢 你要烂这种东西呢 不会影响你打球嘛 啊 你怎样去走猫步 怎样唱歌 怎样做网红 怎样做主持人 怎样你都没问题 但是不要影响到你的正业打羽球嘛 这个是李子佳心态呢 一定一定要调整的 这个东西 你看看人家19岁心态多稳定啊 是不是 而且他是法国的 他不是传统羽球强国的 啊 但是人家会讲说 哎 同样同样的是 我们的飞丁组合呢 在日本呢 拿下冠军了咯 啊 飞丁组合呢 算是横空出世 但是飞丁组合呢 是老战的 啊 马来西亚呢 最老的狼酸呢 就是飞丁组合呢 很多人不知道他们2017年就赌对了的 他是搞了七年之后呢 到了现在呢 才达出成绩的 到了现在呢 才拿下的马来西亚今年最大的一个冠军呢 750 马来西亚今年好像没有拿到750 啊 他是七年后 所以飞丁组合呢 还能打多久 所以下一届的 囊酸金牌呢 如果飞丁组合可以把这个状态保持四年之后呢 啊 还有机会啊 他跟卸丁组合是同排名 他们真的是同排名水 啊 卸丁组合到现在呢 还拿不过一次 还拿不到 好像只拿一次冠军 啊 他一直来头拿不到冠军的 只拿一次罢了 那飞丁是拿到很多次冠军 这一次拿到最大的一次 啊 所以呢 那四年后呢 只能够靠飞丁组合罢了 但是这个状态呢 啊 能不能够再保持四年呢 真的不知道 他不像那个法国的十九岁 啊 啊 那个十九岁呢 只要他没有受伤呢 恐慌未来十二年是他的 啊 他二零二半年的决赛呢 一定是他跟安塞隆大决战的 啊 那不是安塞隆三年霸金牌呢 就是这个十九岁呢 拿下了 安塞隆的那面金牌 啊 所以根本轮不到马来西亚的 顺手了 啊 算打还是开放性啊 啊 所以这个飞丁能不能够保持四年的 那个状态呢 这个要看他们的 那算打的竞争很厉害嘛 所以单单呢 就是这样子了 啊 所以马来西亚呢 要拿奥运金牌呢 要另想办法的 啊 这个巴明登呢 现在已经 你看奥运会才过两个礼拜 就可以恐慌 下一届拿不到金牌的了 啊 恐慌拿不到的 啊 又跑出一个拉尼尔 等下 过不久又跑一个更厉害的 等下又比拉尼尔更厉害的 那为什么人家可以 法国人会打羽毛球 都会跑一个这样厉害的人出来 马来西亚呢 羽毛球王国打了这样久呢 还是靠李子佳一个 啊 是不是 啊 所以要检讨这个问题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嘛 啊 是不是 啊 这个下一次靠巴明登拿金牌 基本上是遥遥无期的 所以 要靠别的运动了 所以政府呢 杨小酸呢 你们要靠别的运动去拿金牌的 对不对 好了 啊 我们恭喜呢 这个拉尼尔呢 横空出世 啊 希望他可以越打越好 未来统治世界雨潭 然后也恭喜 非定组合呢 把这个状态保持4年呢 4年之后呢 啊去 try 去try呢 摸男酸的金牌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 对大家什么想法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请大家第一个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